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传统年菜 全家福 那现在做全家福 一般人家都放在砂锅里炖了 那等用上砂锅的时候 之前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我们今天会用到蛋饺 肉圆 鲍鱼和虾等 这些菜肴之前都有过视频 今天我会把这些视频的链接 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 供大家参考 那如果你人口多 用很大的砂锅 你可以再放一些你喜欢的食材 我们现在先准备一只砂锅 人口少呢 就用这样小小的 哪怕你就是一个人 也可以热热闹闹的煮出来 我们用白菜打底 菜白鲜下 菜白水分多 不容易焦 然后再放菜叶和泡发好的肉皮 给它铺的满满的 待会它缩水很厉害的 接下来我们表层放虾 鲍鲍鱼 尽量放的整齐一些 有界限一点 这样好看 不像大杂烩 淡饺 最后 放小肉圆 那如果你喜欢咸肉的话 一定要放一排切片咸肉 锦上添花 摆放好后 我们撒一点点盐 拧淡无咸 最后我们放高汤 骨头汤啊 做白斩鸡剩下来的汤啊 或者罐头汤 都行 实在没有 白开水也行 盖上盖子 上锅煮了 用大火煮开后呢 我们就把它转到小火 打开锅盖 用筷子给它伸到底 松动一下 然后我们再盖上盖子 用小火 但是还是保持在沸点 我们再焖煮个五分钟上下 一锅全家福就完美了 最后呢 我们撒上一些香菜 就这样直接上桌了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祝大家新年愉快 平安健康 我们下次再见